中韓泰三國橄欖球邀請賽的最後一場比賽 本公司也做了實況轉播 這場球在今天下午幾點鐘開始 由泰國橄欖球協會理事長開球 中華對下半場演出非常精彩 前鋒攔截後鋒結應的快速編曲進攻 發揮了無比的威力 曾經造成六次達陣 五次攻門成功的記錄 比賽結果以34比20 定贏泰國隊14分 不過中華隊在下半場因為體力不計 沒有能夠準分 這場球吸引了很多的觀眾 比賽之後 進行了簡單隆重的庇目 由中華橄欖球協會理事長 劉凱如主持頒獎 同時劉理事長 除了頒獎給中華隊 泰國隊和韓國隊以外 也在典禮中頒獎給全國中學橄欖球 錦礁賽的優勝隊 有一首會議 有請可能會在圖旗進行